她是日本的顶级杀手 令无数人闻风丧难 在一场血雨腥风的恶战之后 她决定退出江湖从此过普通人的生活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多年后有人正在以她的名义到处杀人 逼迫她不得不从幕后再次走到了台前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日本的动作片浪克艰辛 幕府时代的末期奉导幕派之命 江湖人称刽子手拔刀斋的顶级杀手潜伏于京都 专门刺杀幕府的参与 1868年的1月27号 明治天皇的五千士兵在鸟宇福建和幕府军展开了大战 作为维新派的刽子手拔刀斋也参与了此次战争 但此战之后 这位名叫匪村建新的刽子手拔刀斋决定退隐江湖从此不再杀人 但不幸的是 他在那把刀被一名居心叵测的武士拿到了 从此之后 这个武士便以刽子手拔刀斋的名义到处杀人 十年后的一个晚上 不法商人武田官邮正在感叹人生 这个时候女医师小慧走了进来 原来武田一直在制造和贩卖鸦片 这哥们的野心非常的大 他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成为日本的老大 而小慧则是武田研发新型鸦片的技术总监 新产品研发出来之后 为了保住制作方法不被泄露出去 武田除了小慧之外 把所有参与研发的人员全都干掉 这招谢莫杀驴可把小慧给吓坏了 转过天一名卧底的警察被人干掉了 凶手留下了一张除尖状 自称是刽子手拔刀斋 但跟匪村剑心有过交手的前新选组成员 现任京都警察的斋藤一认为 这很可能是有人在冒充拔刀斋的作案 在一场误会中 隐姓埋名的匪村剑心和神谷活心流的掌门人神谷勋认识 剑心为了避免杀人 特意打造了一把逆人刀 也就是刀刃在里面刀背在外面 大约在半年前 有人打着神谷活心流和拔刀斋的名号到处杀人 这严重的影响到了神谷活心流的名誉 因此神谷勋自制了通缉令 希望发动群众找到凶手 自打明智微信开始 那些曾经被幕府豢养的武士大多数都没饭吃了 武田官流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 把这些无家可贵的武士和浪神全都招致了自己的回家 关于卧底警察被杀这件事 再藤一怀疑是武田干的 但一时半会儿又拿不出证语 由于武田这个人太过残忍 担心自己小命不饱的小慧趁机跑到了警察局寻求保护 这件事可把武田起得不轻 因为小慧是唯一一个掌握新型哑片制作方法的人 而且手里还有他大量的犯罪证据 为了把小慧抓回来 武田派杀手来到了警察局 这个杀手就是冒充刺子手拔刀斋的武士替堂人位 要说警察局里的警察可真不少 但只可惜这些人全是贩毒 小慧一看这帮吃货根本保护不了自己 于是趁乱虚黄一招撒子撩 一名受了重伤的警察逃出警察局 一头栽在了沈谷勋的面前 而紧随其后的就是替堂人位 沈谷勋一看这位大叔的相貌 跟他通缉令上的家伙几乎一模一样 于是便认定此人就是打着他们流派干坏事的家伙 两人一交手 替堂认为上去就把沈谷勋给揍得不会动弹了 眼瞅着沈谷勋要嗝屁 剑心几时赶到把沈谷勋给救了 沈谷活心流这个流派倡导的是活人剑 意思是说剑是用来保护人的而不是杀人的 但在那个动乱的年代 这种美好的愿望根本就没法实现 这也是沈谷活心流示威的原因 目前这个流派只剩下了沈谷勋 和为了混饭来学剑术的名神两个人 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 武田派手下的武士来到沈谷勋的道场 打算买下沈谷勋家的这块地 双方话不投机就动起了手 这帮武士不仅打砸了道场 还把沈谷勋和名神给胖走了一顿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匪村剑心及时赶到了 这位绰号刽子手拔刀斋的剑客 在这部影片中可以说是无敌的 为了信守自己不杀人的诺言 剑心只是把这帮家伙揍了一顿 并没有闹出人命 这部影片之所以受到好评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在于武打方面的设计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 其中的打斗场面还是可圈可点的 警察赶来之后 为了不给神谷勋添麻烦 剑心主动说是自己惹的事 被警察给带走了 得知消息的斋腾一来到牢房 一看居然是刽子手拔刀斋 于是便把剑心带到了 陆军青山县友鹏的面前 山县友鹏希望匪村剑心跟着自己干 但是被拒绝了 因为剑心已经发誓今后不再杀人了 跟着这个老家伙 以后难免会大开杀戒 那位替武田研发新型哑片的女医师小慧 从警察局逃出来之后 颠沛琉璃撞进了名神 名神怜香惜玉 不经沈谷勋的同意 就把小慧带回了神谷道场 从警察局出来 剑心看到神谷勋正在大学中等着他呢 两人回到道场 发现名神居然带了一个陌生女孩回家 而且这女孩还不见外 不经任何人同意就洗了个澡 可怕神谷勋气得不清 晚上几个人正在饭馆吃饭的时候 武田带着手下出现 小慧一看大事不好 急忙躲进了卫生间 当看到在神谷道场 暴揍自己手下的剑心之后 武田就想以重金拼请剑心为自己工作 但是被剑心一口也毁绝了 这个时候得知剑心真正身份的 前赤卫队队队员左直柱跳了出来 非要跟剑心比划比划 行家伸身手便知有没有 虽然这哥们的刀挺大 但跟剑心比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 假冒刽子手拔刀斋的替堂任务 又杀了一批警察 这不禁让剑心想起了自己当年杀人的情景 其中一个马上就要结婚的武士也被他给杀了 这件事对剑心的刺激非常大 看着武士未婚妻撕心裂肺的哭嚎 剑心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 但这些人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这也是他决定要退出杀手这一行的主要原因 为了能实现自己的宏图霸业 武田花高价勾进了一架新型的武器 这架机枪就是放到现在 那战斗力也是杠杠的 为了能拿到省武军家这一片的土地 武田派人往村子里的江水里下了毒了 作为女医师的小慧 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把村民们都给救了 而通过这件事他的身份也忘了 他向剑心承认了自己为了生存而投靠在了武田们下 并帮助武田研发新型哑片的事实 为了除罪 也为了干掉武田为民除害 小慧只身回到了武田的住所 但他那两下子当场就被武田身边的武士给支付了 就在小慧惨遭殴打的时候 剑心和左支柱两人杀了过来 除了身边的几个高手之外 武田在家还豢养了200多名武士 但这帮人大部分都是来混饭的 一通淒里咔嚓之后 剑心和左支柱把这帮饭桶全都摆平了 接下来就是一对一的单挑 要说左支柱和这哥们真是对脾气 两人打累了喝点有喘口劲接着又打 剑心往里面走的时候被黄毛给拦住 这个黄毛比较厉害 跟剑心纠缠了很长时间才分出胜负 当剑心和左支柱刚来到武田办公室的门口 武田就在屋里开火了 这架大机枪的威力确实很大 直接就把武田的家给拆了 把剑心和左支柱轰得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了 这时候摘腾一温训而来了 剑意只可置取不可强攻 向来以狡猾奸诈和心狠手辣诸称的武田 这会智商也下线了 心二也不转了 很快就被剑心和左支柱偷袭成功了 摆平武田救出小慧之后 剑心得知神古勋被提堂认为给抓了 影片的最后是剑心和提堂认为的巅峰对决 提堂认为虽然是个冒牌的拔刀斋 但水平还是相当可疑的 他就是因为不服气 才逼着剑心过来跟他一决刺凶了 刚开始剑心由于用的是逆人刀吃了不少费 但两人毕竟不是一个级别的 结果也可样而知 当剑心准备为了神古勋再次大开杀戒的时候 被大美女给制止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经嘛 只要心中存善见 浪子回头筋不坏 剑客也是普通人 该吃饭时就吃饭 况且还有俩美女也至少多吃三碗饭